最近长相思真的太火了 除了优秀的剧情外 粉丝们的整活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长相思周有意思的梗吧 泡灵王姬小妖与青梅竹马的表哥 苍璇被迫分开 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近300年 在相见时已是物是人非 妹妹居然变成男人 一般人的确想不到 不过相处六年 苍璇竟然一点端移都没发现 亏她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怎么就相信富可敌国的屠杀二公子 能爱上30多岁的老男人呢 忙都忙忙点好啊 而当男二已经抱过女主 男三已经啃过女主脖子的时候 藏璇在干嘛呢 和女主称兄道弟 甚至还在磕妖精的CP 表哥内心家人们谁懂啊 今天遇到真给子了 好不容易表哥终于发现了小六的身份 啊 苍璇你怎么不笑了 是没瓜子了吗 甚至苍璇的眼盲还传染给了那棵老桑树 直到苍璇介绍小妖的身份时 她才哭哭啼啼的认错 老桑啊老桑 你是懂直桑骂槐的 与此同时 做回套陵王姬的小妖 也感到十分苦恼 哥哥和时期太爱我了怎么办 真是让人左右为难啊 好了 连完苍璇 我们再来聊聊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男人 作者清定的官配 涂山景 她和小妖的相遇 是在人生的最低谷 因机缘巧合 被小妖搭救 并对她产生感情 与其他男主不同 她拿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剧本 娇妻感拉满 到小六深夜 撕毁橡柳 身上留下属于橡柳的印记时 她委屈巴巴 但不说破 涂山景 别的男人都是宾馆 只有我 世家 这就是大房的格局吧 讽刺们玩梗玩的热火朝天 而一向严肃的官方 也加入了整活的行业 毕竟这连头 没钱可以 没活可不行 长相思的微博角色号 公开发博时 涂山景和向柳 不仅心内互相吃醋 系外还在阴阳怪气 而盲人表哥苍玄 还在抱怨自己是白茶王子 气大家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笑死 这皮下绝对是真人吧 就连平台也开始搞事情 除了为自将CP打榜的相思墙 还有角色 罚站墙 四位男主 加上一只鸟 喜欢这个角色 就让他坐下 不喜欢 就选择罚站 更细节的是 选择罚站或坐下的时候 还会出现角色的小动态 也太会玩了吧 目前表哥 以4.9年的罚站时间 稳居榜首 依照这个势头 估计表哥这辈子 都不可能上桌吃饭了 更好笑的是 项柳的宠物毛球 因为出场时 踩死了哈基米 也被大家挂上了罚站墙 罚站时间还仅次于表哥 而人气较高的项柳和涂山琴 已经轻松躺平了 对于这部剧 大家还有没有挖掘到 其他有意思的点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